郭翔宇发球 传不错 但杨毅这个后攻 威胁不大 张长宁把球给防起来 来看李盐盈 费快 杨毅把球扣中 在场上双方都有国家队的主力队员 杨毅三号位一个少半高 14比7 还是想发李盈盈 孟子权过来帮着接一下 天心队现在就是要全力先保证遗传 因为他两个复攻还是非常有能力的 争取复攻多打一点 保证这个一攻的成功率 杨毅把球救起来 但是天心队仍然是无攻 王源源的得分率都还是挺高的 但刁铃鱼把五个攻守的进攻调动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五个点都有钱 而江苏队相对来说 主要是靠李盈盈 特别是在防反当中 主要靠李盈盈 然后移攻的时候 王源源跟元新月 还是有一定得分率的 但是这要有遗传做保证 王晨月是95年出生 王源源跟元新月 王源源跟元新月 就是这种 你说发力吧 不好发力 不发力又守不得的这种球 处理好这种火候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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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鲁 这球篮得漂亮 这个球袁绪越正队上了 而且手型也摆得特别好 而且龚翔宇这个球还是发力扣 江苏队还领先一分 宜传到位 把后排处理 感觉江苏队无功 无功的机会 袁绅越在前排在高点打徐若亚 徐若亚确实是拦不着 开网球 这球没放好 杨绪越被飞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 他在榜上非常有优势 这球篮得漂亮 还是李云盈和袁绪越 双人来往判断很紧确 高兴越来往上 冷静 高兴越来往上 因为他在20年 这球完全没有人来网 双方在后半局一直就这个差距 来是阮兴悦 墙那轮发球给顶过去 插网就过来调整工 反击还要打快球 天津队4比2领先 一团直接接过来 北飞要是袁迅悦 袁迅悦这点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一旦是有的话 一旦能够保证环节做好 只要是他在 反给李盈盈 这下有效撑起 不过本季打快球的时候 袁迅悦把球给拦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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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